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的领域 毕竟论文啊 专利啊 这些都是评价教师的重要参数 老师 您这样拧着干 会不会处理不讨好啊 其实大家伙的意见也都是负责任 您现在做了这个首席 一个劲地赶时间 但是理念转变是需要时间的 这一时半会儿我 我们是真跟不上您的思维速度啊 大年 你这突然加速 突然滚动淘汰 我就担心 刚刚凝聚起来的团队 对抗压能力是有限的 你别把人心弄散喽 对手形弱男 是中国的第一手下提进去 曲子是对旧中国 科研工作者难做科研的诉说 作者解放前存在英国 当时有人要求他 发表拒绝回国的声音 还密谋要扣押他 但是呢 他冲破了重重的障碍 冲着生命危险 绕到法国 再经过意大利 回到了祖国 作者是谁 你们知道吗 他就是新中国地质学的电机人 李思光先生 各位 你们说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事 比李思光前辈还要难吗 所以呀 有些事情还没有做 我们呢 先别把难处放大 别把杂音放大了 只要我们大家想做的 是让我们祖国的科研 能够尽快地赶超国外 那么我想大家也一定会支持 和理解我们 老师 老师 我们支持你 我们也支持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水果来了 哎呦 哎呦 我又不是叫孩子 你干吗呢 什么呀 你在家都不吃水果 你在这儿呢 就是别弄湿了 别弄湿了 别弄湿了 嗯 别弄湿了 你快点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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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嘿嘿嘿 嘿嘿 好了 谢谢谢谢 谢谢 那对了对了 我还得跟你再请 一个星期的假啊 嗯 还请一个星期 对对对对 嗯 哎 你说我这回来干吗来了 嗯 说我回来照顾你 可是我人都见不着 我照顾谁呀 行了 行了 别别别 你过 回去吧 你让我走是不是 没有 没有 你先 回去吧 哎呀 我这没问题 啊 放心 放心 我这都迟了啊 知道 知道 知道了 嗯 走吧 走吧 我走吧 哎呀 哎呀 我这儿回国也第四个年头了 对地球能源的认知深度 还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 这次呢 去再实地调研一下 大年 这几年 你干得有点太猛了 你看看 从回国到现在 每一个项目 你都全力以赴地去拼 不仅如此 你还带领一大批海归学者 为国家无私奉献 我跟你说你真得注意身体 你听见没有 行了 关键是你们 如果咱们这么好的团队 跟我一起吃骨 肯硬骨头 有多少难点 不得被咱们破解了吗 有多少难关 大家咬着牙不也过来了 有的时候遇到难处 是大家给了我力量 有的时候一个人 深夜 网月静思 别想过 让自己慢点吧 轻松一点 面对老师还有同学们的差池 干脆 正一这样比一这样算了 但是没办法 咱这命就贱了 我自己呀 就是说服不了我自己 怎么办呢 大年 咱俩一块多少年了 我还是头一回 听你这么说话 我没想到 你知道在外人眼里 你就是 你就是一个永远 不知道疲劳的人吗 对 老同学 我不是木头人 不是机器人 我是个人哪 走 好 走 好 来 黄教授 您能看到了 以前三千米的勘测深度 还是解决不了能跟短缺的问题 再折下去啊 我们看难处就没必要存在了 少工 你们的心情啊 我都能理解 我的团队呢 也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争取早点功课难关 深探装备的样机呢 正在研发中 黄教授 可这时间不等人哪 你别急 我们的研发只差一个环节 几台样机的数据呢 正在演算中 正常的话 应该很快就给交付使用的 黄教授 您能不能 给我们个大概的期限 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赵工 这设备研发啊 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光四川那个联合研发工厂 那黄老师来来回回 跑了多少趟 是啊 就算研发环节有突破了 那生产还得需要时间呢 你们说的这些啊 我都明白 可我跟领导啊 是立下了军争状的 年底之前呢 要探明这片区域 五千米以上的能源储备 如果这片区域的前景啊 不能明确啊 就会给项目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我 那光你急我们不着急啊 生孩子还得十月怀胎呢 你不得把人给逼死啊你 别争了别争了 赵工 我在这儿也给你立个军令状 年底之前样机如果交付不了 我就不叫黄大年 黄老师啊 您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冲动了 你们没有感受到 赵工那种迫切的心情吗 没有感受到一线工人们为了探测 更多的能源而努力工作的那种决心吗 我告诉你们 这种未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 实在是太值得我们敬佩了 嗯 我们现在就差演算的一个问题了 努把力吧 郑国 你呢跟我去四川比较多 那边人头熟 这段时间你往那边多跑跑 王远 嗯 你和团队的其他专家呢 完成有明确结论的整合 至于我们啊 我得闭关 必须把它搞出来 闭关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又要拼命 不拼命怎么办 时间不够用 知道吗 唐年 你要是拼起命来 你有一百个理由 立下了军令庄的黄大年 此时深感压力 数据演算 说起来精巧 实际上 却是其中最难的一关 然而 面对一线同志的热态 他向艰难 发起了挑战 忘掉昼夜 加快速度 更加忘我的 投入到科研公关之中 你啊 这是典型的先斩后奏 你跟我商量了吗 这叫商量啊 装模作样的 有商量的余地吗 这个课题这不时间紧吗 我只能闭关一阵了啊 一阵是多久啊 是一年啊 还是半载啊 我看啊 你干脆出家得了 我有这么好的太太 我哪舍得出家呢 你呀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你没到一线去看看 你看看这些工人期待的眼神 你说我能让这个东西耽误在我这儿吗 换成你你比我还疯呢 行了 这段时间不用给我做饭了 在家好好照顾好自己 行吗 理解吧 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行了行了 谁又来这套 竟来这套 好 好 我 直小蕾 你怎么又出去啊 出去透口气 这不是由你俩在盯着呢 今天无人机和生探装备都要交火 我们着急上火了 你怎么有心思出去啊你 你们也别上火 老师答应的时间啊 肯定忙不成 何苦把自己逼得这么急呢 是不是 直小蕾 你要帮不上忙 你就别说是风凉话嘛 小心让我好好听见 我这不是心疼的老人家吗 回去 后不远呢 关大爷 后不远呢 我问你 黄老师在办公室一幌子住一个来月嘞 又有新发明了 那发明老大老大了 那个太好了 太能吃苦了 真是干大事的人哪 那行李卷一放就把办公室当家嘞 你转 你跟他说 只要是他黄大年 不管前半夜 后半夜 什么时候进出我都给他开门 好 大爷 我替老师谢谢您 这谢我干什么呀 应该谢人黄大年啊 你说他这么起早餐给涂茶呀 还不是为咱国家好吗 应该谢他 大爷您觉悟真搞啊 照大话说吧 你别看我满头白发 里边全是正能量 明白了 真得好好劝劝他 别这么拼命啊 铁打的人也不行啊 你科学家不也得睡觉吗 瞅着都心疼啊 真的 大爷再见 对了 那个老师的伙食 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吧 你给我买烤包皮哪行啊 我给他买别的 他也得吃才行啊 这么多年了 我哪腻得过他呀 不管怎么样 你跟同学们得照顾好黄老师 快毕业了 同学们都想跟老师待在一起 这次公关课题也帮不上什么忙 好好照顾照顾他呗 应该是我们一起照顾老师 对吗 想跟你说点事 说呗 什么事啊 我想等博士毕业之后 出去看看 行啊 那就出去看看呗 你最近也够辛苦的 你想去哪儿啊 去上海 去北京 要不然 你就跟我去广西看看呗 你可以在那儿玩玩 我也能回家看看去 不是 我想出国 不要在国外应付一段时间 不 不许去 你这出国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那我 我怎么办呀 还有 你出国你对得起老师吗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老师 老师 您快去看看吧 怎么了 您不是让我们老一结合吗 我看今天天气好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出去转转呀 可是他们不去 说是要向您学习 您不出去 他们就不出去 向我学习 老师 老师 我是管不了他们了 你们这些女孩子啊 就是不爱活动 这怎么能行呢 又是谁带头啊 刘一敏啊 刘一敏 她有什么理由吗 她说她穿着高跟鞋 不方便出去 你这些捣乱 好 我们去看看 去看看啊 好 好 我们看看 走 怎么回事 我看看 谁不想做练 拿着高跟鞋说事啊 谁啊 我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给你送银耳汤来了 太感人了 你别来这套啊 你坦白你几天没下楼了 几天 没有 天天 行了 别演戏了 洪远说她都叫不下来你 谁说的 洪远叫都下不来对吧 你叫我了吗 洪远 她 她 她 谁说的 谁啊 一块害我是吧 行了 我要不用个小招 你还不下来呢 我就知道是 是你出的招 对 厉害 厉害 行了 陪我走一圈 洪远 您把这些赶紧端上去 让大伙趁热喝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 别一起了 你跟我走 我也要喝一样糖 你又想溜 那我上去了 再喝点啊 好 我又上去了 好 黄大年为了深探装备的科研公关 放弃了自我 而此时 妻子和学生们的因因关切 或是她从繁杂的数据报表中抬起头来 感受到短暂的放松和欢乐 叶子 老师都闭关一个月了 照这样下去 咱们的毕业典礼 他都参加不了 别瞎操心 不会 各位 这么一个 难兴 先去藏 初二 事都被整呈啊 又涉成快 아니면 你就那就 independence了 帅哥 老师 您啊 您应该好好补上一觉 哪只补一觉 睡这个三天三夜 您养足精神 好参加我们毕业典礼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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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行吗 我睡了多久啊 也就两个多小时 再谈会儿 不 了 等会儿还得回办公室去 还去办公室啊 对了 咱俩商量一下 彤彤的事啊 她毕业典礼 不早就跟咱们说了吗 咱得订机票了 慢点 糟糕 怎么把女儿毕业典礼给忘了呢 雪妹 恐怕这趟行 你别说了 又去不了是吧 女儿毕业这么大的事 你不去她会多失望啊 她的专业都是你给选的 这种时候父亲不在 你想想女儿会是什么心情啊 我不是不想去 是我的学生们呢 也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都答应他们 要参加他们毕业典礼了 又是学生 在你的心里 学生 同事 工作 都比女儿重要 反正啊 家里的事 女儿的事 我都指望不上你 雪妹 抛开科研工作不说 我是李思光实验班的班主任 这些学生跟我的孩子 是一样的 你说我哪能在她们 毕业的时候缺席了呢 将来陪女儿的 时间还很多嘛 她以后结婚 生子 我都陪在她身边 这还不行吗 大年呢 我不是逼你啊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 你原来那么多的爱好 登山啊 游泳啊 钢琴啊 什么自驾游啊 你从回国之后 你看 每天就是工作 工作 工作 您在英国的时候 还捡捡草坪 现在连 连交个花的时间都没有 没办法 现在时间对我来说 就是奢侈品 亲爱的 只能求你理解了 我是可以理解啊 但是女儿呢 她会多么失望啊 我去给你女儿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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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 我又怎么走得开呢 叶梅 我亏欠你和女儿的太多了 那忙完这阵子 我一定好好地 陪陪你和童童 陪陪我最紧的 亲的两个女儿 你觉得我能信你的话 行了 别再躺会儿吧 今天无论如何 别再去了 好吗 我求求你吧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快躺下 躺下吧 喝点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他们都去准备了一个毕业典礼了 你怎么不去啊 我看点东西 你说黄老师今天 不会回来上班了吧 他呀 最后还是别回来了 这阵子呀 他实在是太累了 就为了研发这个生探装备 没日没夜地干哪 现在好嘞 也算是能休息一阵吧 我就不明白 这次你没有休息一号 你怎么又跑到学校来了 生探设备项目的研发阶段 还有些收尾工作 得抓紧完成 争取能够快点地投入制作 另外呢 无人机公关 也进入了倒计时 就是不知道杨博士 对工艺材料的考察 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杨博士出车祸了 什么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伤得严重不严重 你放心吧 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已经从特护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了 都怪我 都怪我 怪我催疼 行了 你就不要自责了 走 咱们赶紧去看看 走 来 走 走 刚刚ож的新鲜 曾经 ach 大姐 你发什么风筋 你还弄死我呀你 没事吧 我知道 你到医院 刚刚看完杨博士心情不好 你不至于这样发疯啊 心里边堵着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知道 这段时间 好多事都怼一块儿去了 你心里压力大 你想释放一下对吗 的确是 我就不明白 公关科研在我这儿再难 他也不会心情压抑 因为这事是我喜欢做的 可是现在呢 为了我要做的事 影响到了我身边的人 我心里觉得对不起他们 你就是太玩命了 哪有你这么干工作的 大念 我有时候就想 如果当初 我不给你打那个电话 如果你没有回国 如果 没有如果 我不可能不回国 就算是没有千人计划 我也照样回国 只要祖国的呼唤 我永远都是全力以赴 这个事呢 还要感谢你 感谢我什么呀 我是奉祖国之命 向你伸出了橄榄枝而已 回来以后呢 让这么多人 跟着你吃苦头 遭着罪 我才想 如果 我不带这个团队 我只当一个教授 不是更鲜利得 更幸福吗 你是一个战略科学家 你的头脑 你的心胸 能够融会百川 如果 我仅仅把你 给限制在实验室里 三尺讲台 你的设备研发 你的交叉学科 你的战略方案 这一切都不能实现 你会幸福吗 疑惑了 大念呐 你两次出国 你在国外待了十八年 就在你风生水起的时候 国家一声召唤 你不惜裸归 也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 仅仅是为了一个 大学教授的职位吗 我不相信 是啊 当初的心情 现在还能想起来 没想到 今天倒是让你来劝我了 看来我最近 确实是有些累了 当初国家 送我们出去留学 并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 和国外的什么好生活 而是为了让我们 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和观念 学为己用 学以报国 现代工程数学手册 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我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因为它总能让我想起 老一辈科学家邓家仙的 迷流遗言 不要让人家 把咱们拉得太远了 眉眉阵容反馈 我常常能够梦见 前停下的那个晚上 想起父亲临终前告诉我 什么是大笑 大念啊 对于国家来说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无论是从事业的高度 还是从国家需要的高度 你所做的一切 很多人望尘莫及 你不计个人名利 不当老好人 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这一切都令人钦佩 可是作为老同学 老朋友 作为你的好兄弟 我心里知道 为了这一切 你承受了一般人 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 既然国家 对我们战略国家有托付 那我黄大年 就要有超乎常人的背负 走吧 思路清楚了 上车 你干什么 你又要发疯 被你说得感动了 再兜两圈呗 好 你给我慢点 我受不了你 你给我慢点 听见没有 老师跟师母怎么还不来啊 这儿刘老师亲的去接的 人家不会出问题啊 不是 咱们时间可都算好了 思华他们 硬要让我把你 来来来 不可快 快 谁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 没听见 说是毕业室 有礼物送给你们俩 哎呦 咱们毕业能够各奔岗位 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还搞什么花样呢 是啊 还非帮我请了 嘿嘿嘿 刘月说的不是这屋吧 老师 老师 别找了 就是茶丝屋 老师 师母 你们好 这什么意思 我请刘老师把您二位带到茶丝屋 是有话想说 但是有些肉麻的话 我又不好意思当面讲 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 老师 师母 我们李四光实验班 马上就要毕业了 记得我曾经是这个班上 最调皮 最不爱这个专业的人 您没来当班主任的时候 我经常逃课去钻网吧 您来了之后 多少次 从网吧把我揪出来 恨不得把我拴在您身边 看着我学 您还记得吗 我当时还对您有意见 可是我现在 真的真的很感激您 做的这一切 对我像父亲一样 既包容又严厉 您还记得 您带我去美国参加高峰论坛 兴奋得我几天都没睡着觉 可是我又怕跟着您 给您丢脸 可是您一点顾虑都没有 您还鼓励我说 小蕾 您要对自己有信心 您是最棒的 老师 对于您给予的这一切 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 但是我想说 作为您的学生 我很自豪 老师 您放心 毕业之后我一定听您的话 用所学的专业 为科研做贡献 为祖国做贡献 老师 师母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黄老师好 师母好 刚才石小蕾说的话 你们一定很感动吧 不过千万不要相信他 因为他最会忽悠人了 一会儿我马上就要毕业了 可我做您的本科生 还没有做够呢 因为待遇实在是太好了 你每次出差都会带 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们 杂志啊 资料啊 好多好多 而且师母每次都会做好吃的 给我们送来 让别的班的同学羡慕死了 老师 师母 在这里我想再对你们说一声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老师 赵工今天告诉我 勘探设备一样机 已经调试成功 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 您偶心力学研究出的科技成果 马上就要为国家造福了 您一定很激动吧 不过跟您说实话 那段时间 我们都有点害怕见到您 特别是在查思乌 查思乌刚建好的时候啊 我以为那儿 不过就是喝喝咖啡 摇摇天 放松休闲的地方 没想到 那是您拼命工作的第二战场 慢慢地 您一说去查思乌啊 都有点心惊胆战的 因为进去了 就意味着面对您的提问和考察 有好几次 我都想跳窗户逃跑了 幸亏我没有当逃兵 否则今天呢 你没有机会 跟您一起分享 项目成功的喜悦了 不过老师 我还是想说 在您工作之余啊 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我们愿意做您 永远的学生 老师 师母 还有我呢 老师 您当年支持我 考的无人机驾照 现在呀 终于派上用场了 我已经将 重载后无人机 试飞成功了 老师 我可兴奋了 您是不是也替我高兴啊 老师 跟您学习的这几年 所有的点点滴滴 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还记得您刚回国的时候 我跟一敏经常向您去请教问题 您那么忙 还对我们也是不厌其烦地 一一地跟我们解答 后来 您成了我们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 还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妈妈住院 需要用钱 我脱脱地把电脑抵押了 您当时 特别严厉地骂了我 可是 后来您自己掏了腰包 帮我交了妈妈的住院费 老师 您的这份恩情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报答 如果没有您 如果没有您 我现在可能已经失去了妈妈 失去了学业了 我亲爱的老师 现在呢 我大学毕业了 我还会是您的研究生 将来啊 我还要考您的博士 我要跟您一直学习 为我们的祖国做一份贡献 师母 我知道 您的女儿同婚 一直不在您的身边 如果您不嫌弃 以后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吧 我会一直陪在您和老师的身边 照顾你们 老师 师母 我爱你们 你 我突然特别像你了 像童童 你这些学生们 真的很可爱 你看吧 我们看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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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赵公 让我给你们 来 来 来 这个太好了 跟赵公说 我谢谢他 大年 看到你的学生这么爱你 我都替你软到幸福 是啊 是 你们是我回国以后 最大的收获 其实这些年呢 比起你们带给我的快乐 带给我的力量 老师所做的呢 是微不足道子 这是每一个做教师的人 都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毕业了 毕业了 我们有的同学呢 要到别的专业去继续研修 有的人呢 会跟我在一起一起搞科研 将来大家可能见面的机会 会相对很少 但是不管我们身在何处 都不要忘了专业赋予我们的使命 不要忘了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尤其不要停下 追逐梦想的脚步 你们是走成的太阳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老师 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 黄老师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的 我相信 孟爷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没有 我都没看到你啊 这没事啊 难道你没有什么话 要对老师说吗 你还没跟老师讲吗 说什么 黄老师 我要 我要出国了 留学手续已经 已经办下来了 什么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老师都不知道呢 好了 好了 这样 大家替我陪陪师母 好吧 我跟洪远单独谈谈 好吧 来吧 来 手指 洪远 用不着打了脑袋 出国到更高的平台去工作 这是理直气壮的事儿 有什么不敢说的 有什么不敢说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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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